yoo 欢迎大家来到高sir正能量的时间 小市民彭良心做实事讲真相 今集大家一定要提到最后 因为一哥将会去到立法会大战一众的黑暴议员 我们一众的KOL拍了一条片和一哥打气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赞好留言和分享高sir的频道 还有最重要是订阅好吗 recap一下今天的新闻很快 首先就是立法会的郭榮鏗开了16次内会还未选主席 梁军燕今天终于工作了 他就说咨询了法律的意见 他就说李慧琼他有权处理内会重要的事务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李慧琼也接下来搞一个记者发布会 就公布接下来会召开两个会议 包括第一个选主持第二个去谈一些法律的问题 第三就是那个过往好像修例事件那样 之前都是直上大会嘛 现在内务内会都搞不定 来着郭歌法呢高sir都认为应该直上大会去二读三读的 因为郭歌法呢我们讲的就是高sir去立法会 要说以市民身份发表都去了两次了 正常一定是经过广泛咨询的了 所以高sir绝对赞成这个行动 另外也都希望内会的乱局可以尽快去评定 当然我们讲的郭榮鏗那条仆街一定是不肯罢休的嘛 好像那时候修例事件那样 就是会不会又骂双胞胎呢 你知道泛民他们所做的事无所不用其极 一定是会去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捣乱议会嘛 当然我相信立法会主席应该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他会去做事的 那就是在接近临近我们叫抗疫的尾声底下 因为大家都看到那个确诊数字呢 就不断地都是偏低的嘛 那接近呢相信限聚令呢 就是在人数放宽底下呢 将会慢慢慢慢地放宽的 那另外就是在大换来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黑暴重林嘛 那DS大家看到呢 DSC就是他们扬言黑暴呢 就要搞DSC学生 啊去堵路不让他们回 不让他们考试 另外呢 九龙有两个市场呢就说呢 虚拟放炸弹啊 就是那个虚拟放炸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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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製造恐慌 是吧 学以为上嘛 不是教他们违法达义 那所以呢 各位家长 各位青年人 真是认清正常 因为你们最后被捕入狱的话 是你们自己什么的 不是仲智啊 不是黄之锋啊 不是周庭 不是阳岳桥他们帮你什么的 大烂临头郭是非 他们是不会理你的 就是好像梁家杰那最近都变卖资产 就是疑似啊 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都怕 纳23条跟着要走路了 那手足最近 譬如都见到商计来控 去龙门那个兵室那样 就是那个里面的旧员工 都大力掃臭啊 就是那个去老板啊 是不是 就是说真的 跟着了 五一劳动节那天 在新城市广场 是吧 手足大战黑记 就是手足就说他欠 说黑记就是14000元 不知道欠什么钱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就是真相 慢慢慢慢剖面 经常说八三一 跟着那些这样的 就是我们叫正棍 那些PK正棍 说看了一条片 看了这么久 说真的都看不到什么 只是在那里拉布看了三十日 跟着就说不齐全啊 当然不齐全啊 你这帮黑暴 去拨烂了弊路电视 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拨烂 还有什么藉口呢 是吧 那大家拭目以待 亦都是希望大家认清真相 那讲回正题了 那在节目开始 就是正题之前呢 给大家看一条片 我们整班KOL 在K姐的冰室那边 就是茶餐厅那里去拍的 大家好啊 今天呢我们特别有一条片想录给一哥的 因为呢 就是我们讲今天 一哥呢将会去到立法会去公布 2019年警队那个情况 和那个财政那个情况 是 将会面对很多黑症棍的议员 如果被人失的了 但是呢 我们一哥都是一如二哥 兼诚勇毅啊 是的 希望呢 我们在此拍一条片 都和一哥呢 打打气 是的 或者啊 一人一人 看看有什么想和你一哥 是的 其实呢 我们都看到了 由这个阿邓一哥 上了场之后 上了台之后 他的 就是坚决执法的态度 是值得真是我们 就是他是 完全是为了我们香港市民 他现在其实简单来说 他这样走出来这么硬正 他其实是 和一群黄尸在对抗的 他一个人之力 他和一群黄尸 明天还要 还要和那群黑议员辩论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支持他 一哥 邓一哥加油 好 好了 我和邓sir说 邓sir 我们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会支持你 还有 阿sir是一个勇于承担的人 就算遇到什么问题 阿sir都会勇于面对的 所以我们永远支持你 好 海志刚 我远一点 那希望大家都支持一哥 因为 因为其实我们香港现在 这些黑暴的议员 那我也希望 就 未来可能如果有一些 人大开两会 有一些机制处理了 或者将这些黑议员DQ 就最好了 但现在还没有 这群人渣呢 在立法会里面继续倒乱 而一哥呢 就要和他们辩驳 那基本上 其实他们讲一些歪理 其实他们也是说 在立法会里 说了一大堆骂 一哥的说话呢 他们剪出去 就不用看一哥认什么了 纯是 打而已 打完一哥那些 他就剪得很少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无论如何都好 我知道他们是玩抹黑 他们是玩攻击 但是我们都 想表达一种 真是支持一哥 因为 很欣赏他 仍然是 整天都会 应邀狠上去 嗯 没错 那一哥 荣辉呢 都支持你 因为呢 你自上任以来 大家都看到 你付出的 你亲身呢 下去 很多的现场那里 支持呢 我们 警员的前线同事 也都呢 亲身走进去 黄尸的议会里面 跟他们呢 涉剑的 所以呢 你的勇气 你的作为 完全呢 是符合到 忠诚勇毅 心系社会 你呢 是好东西 荣辉呢 支持你 加油一哥 好 我们都 小师妹 是的 2019年 相信大家 小师妹 都 不会 遗忘 这个案子了 因为 2019年 即是我们在香港 面对了一个 最黑暗的时间 那 为什么我们今天 都还可以坐在那里 就是因为 我们的香港警察 一直在守护着我们 但是 不要紧要的 咦 是的 不要紧要的 就是我们一如二旺 我们的市民 也都会很支持你 好支持你 那希望 就是今天 一哥在立法会里面 就是我们一如二旺 继续 吃酒 和呢 去反 好 欢迎 嗯 就是我觉得 一哥这段时间来 都很不容易的 就是 嗯 用 一小小人的 一小小人的力量 要顶住 那么大的浪 是的 黑暴的浪 都很不容易 希望他可以继续 站硬 然后顶住 撑住 加油 好 那今天 就到这里了 期望 有个好消息 好结果 那就 各位市民 不是就是各位警察 支持你 各位香港市民 一定要支持 香港警察 好 止暴制乱 香港警察 好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了 大家看完片 是不是很精彩呢 就是我们说昨天五四青年节 我们一种KOL 搞个论坛 网上论坛 接着就是連续拍片 去和一哥打气 也鼓励我们的网民和一哥打气的 过往一哥一夫当关 万夫莫敌 就是那个多次去到立法会 去和一班黑政棍 就是那个巨利力振 那今天就是那个一哥就会去到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委员会去简报2019年香港治安的情况 是的 那当然啦 黑暴仍然呢 大大追击 是的 可以看到 譬如除了黑暴之外呢 读过又发文又说一哥那间屋潜建 KOL 说真的低能仔 潜建就是业主 就不是租客 还有呢 就是那个一哥去年六月都搬走了 就是不要再炒作新闻 要不然呢 就是都知道你没有公信力 就是再没有公信力就不好 小心啊 没人卖广告啊 是啊 没人卖广告 我肥佬黎卖等都不行啊 是吧 那当然 就是那个 就是高sir呢 都会开着直播的 期望地 就是在直播的画面里面呢 可以呈现到呢 就是我们一个的英志 就是在立法会打低所有的黑政棍议员 是吧 那来着呢 就是当然了 打低还打低 我们呢 市民可以做什么 用选票来着啊 用选票去打低我们一些来着的泛民参选人 就是让我们的议会回复安静安宁啊 就是大家都对啊 2019年真的一个明天去公布得好啊 就是将2019年的黑暴事件里面 就是他们用的武力多少破坏多少什么 情愿将这些数据呈现在我们眼前 就是希望大家认真亲相 好吗 今天高sir的正能量就分享到差不多了 那大家都可能呢 来着一个星期呢 都见不到高sir在Facebook里留言 因为Facebook今天又无理打压我了 就是说之前呢 我由12月开始呢 Facebook就无故打压我 说呢 我不可以在一些 譬如西方江的群里留言 那5月5号就解了 那怎么知道呢 今天5月4 就是明天5月5 他知道高sir一解 他又讲真相了 那接着今天 无故打压我 就是说 他 我除了在西方江的群里发不了言之外 我连自己Facebook所有的专业都发不了言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过往那么久 Facebook如何去打压高sir 那些黄梅如何去抹黑高sir 但是我秉承住都是一样 爱护我们的香港 守护我们的国家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灵死不屈 希望各位市民也都不需要去害怕这些东西 也都不需要去害怕黑暴 好吗 希望大家去分享多些高sir的频道 最后订阅赞好分享 还有一定要去最好留居然 就是和高sir打压 因为有你们的鼓励 高sir才可以继续抵下去 好吗 那今天高sir正能量分享到这么多 明天再和大家再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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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